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场以检验空降兵部队地面作战能力为主的实兵演练即将展开 燕西设定的背景是红军对蓝军防御阵地已经实施高密度火力覆盖 蓝军参与力量利用丘陵地形 构筑坚固的地堡 暗堡等防御攻势 固守带员 红军空降兵数千兵力奉命迅速集结 他们将伸入敌后 从蓝军防守薄弱的后方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 夺战蓝军纵身防御阵地 随着一阵风鸣 在距离蓝军阵地50公里的丘陵地带 树架大型阅速机从600米低空掠过 近百件重型装备和数百名空降兵同机降落 令人惊讶的是 大大小小的散花竟然都是那么有条部闻 错过勇至 战车先途 还有人再从侧门跳出 间隔两至四秒 因为那个战车的它的那个伞比较大 如果人插到那个战车的伞里面很危险 为了尽量不打乱建制 以班 排 连尾单位 作战官兵和他们所属的武器装备 往往在同一架飞机上实施空降 着陆后相对比较集中 然而在这次空战背景的演习中 空降兵在没有地面引导 没有地面标志的情况下跳伞 而较大的风力又使得官兵们着陆后 散步面积比较大 他们能否迅速集结 找到自己的部队和战车 这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尽快形成战斗力 出人意料的是 官兵们很快都找到了各自的散兵突击车和散兵战斗车 原来他们手中拿着一种特殊的仪器 叫做寻找器 寻找器在任何车上都可以装 并不是哪个战车突击车 包括我们的移动运输车等等 包括一些车都可以装 光学摇杆就像手机一样 再有信号就能接受到 可是在这样的战场环境下 人员的集结很难像大型装备那样 用寻找器去召集 你一个团长 找到了四个营长 你就是团长 找不到四个营长 你就是一个兵 连兰也是一样 你找不到三个排长 那你就是一个兵 就是一个战斗员 你就称不上连兰 空降兵们并没有显现出任何混乱的迹象 他们以最快速度集结成战斗群 原来他们事先就有一套应对方案 叫打乱建制随机组合 上甘岭科工八连事官 李汝都 由于距离所在般的战车较远 他就近搭乘其他班的战车 投入战斗 可能不是一个班的 甚至不是一个排的 甚至不是一个连的 如果确实不能归件的话 就和其他有灵单位 有灵部队一起战斗 谁职务高 谁指挥 在职务不明确的情况下 就是谁军衔高 谁负责指挥 五分钟后 数十辆散兵突击车就集结完毕 紧随其后的 还有数十辆火力更猛 防护能力更强的散兵战斗车 很快 这些从天而降的钢铁风流 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 向蓝军防御阵地急速逼近 然而不久以后 这支快速机动中的空降兵 却不得不紧急刹车 原来大片的雷区 阻挡了他们前进的道路 他们迅速派出工兵分队 发射某型火箭爆破器 随着几声巨大的爆炸 雷区中的数条通路 摊辟了出来 但是爆炸声也暴露了 空降兵的方位和意图 蓝军立即开始组织防御 十几辆蓝军装甲车和坦克 火速赶来增援 情况危急 散兵突击车上的 四个榴弹发射器小组 下车站立发射阵地 对200米外的蓝军装甲车 和坦克目标实施射击 而散兵突击车上的官兵 大大增强它的火力杀伤和火力支援的能力 由于本身不具备防护能力 在距离目标较远时 空降兵往往要跳下突击车 携带步枪 油弹发射器等武器将目标快速突击 突击车在后面用火力支援进攻 他们是空军的一支特种作战力量 每一次跳凡都是生死考验 每一次重装空头都是空中力血 从天而降 恶体缘口 战车伴随 更让蒙古天翼 严苦战场上 深入敌后 空军奋战 注注了 他们是最勇敢的士兵 纪念人民空军成立六十周年 军事纪时隆重奉献 五级系列编 中国空降兵正在播出第四集 在另一块高地上 空降兵数十辆散兵战斗车 也占领发射阵地 用反坦克导弹和车载30毫米自动炮 实施攻击 不断摧毁蓝军装甲车 坦克和碉堡 散兵战斗车 是专攻空降兵开进和作战 使用的一种履带式装甲车辆 它的列装大大提高了空降兵的机动性 火力强度和战场防护力 散兵战斗车可以装载七人 分别是驾驶员 车长 炮手和四名载员 战车装在三百六十度旋转自动炮 反坦克导弹等强大火力 载员可以下车和战车系统作战 只用了短短的十几分钟 蓝军赶来增援的十几辆坦克和装甲车 在强大的火力打击下被全部击毁 前沿阵地的碉堡和火力点被摧毁殆尽 空降兵占领了蓝军前沿防御阵地 跟战友一起攻进蓝军前沿阵地的士官李汝都 1999年入伍 他跟战友们都知道 在2002年散兵突击车裂装之前 空降兵要享有如此快速的机动和强大的火力打击能力 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空降兵在以往被称作步兵加跳伞 官兵们着陆后 往往要从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外 携带三十公斤的武器弹药 徒步向敌人阵地发起冲击 到达蓝军阵地前沿时 体能已经消耗很大 在那个时候的对抗演习中 手持轻武器的空降兵因为打击能力有限 只能等待远方的炮火支援 向敌目标发起攻击时 常常因为两条腿跑不过敌人的轮子 而错失进攻的最佳时机 2002年散兵突击车裂装部队 李汝都和战友们的内心充满了兴奋 有的时候哪怕是能多擦一擦车 都是一种荣幸 散兵突击车完全改变了空降兵的作战方式 大大节省了作战官兵体能减少伤亡 像我们现在如果是配了突击车的话 我可以甚至在50公里以外实施空降 空降还有机械 还有快速的突击 就是快速的接地 就是搭载散兵突击车 那也不会消耗太大的体力 经过一年的紧张训练 散兵突击车形成了战斗力 2004年7月 空降兵第一次在西北戈壁大漠 组织散兵突击车空头 独占蓝军机场的士兵演变 多架大型运输机飞临空降场上空 20多辆散兵突击车和100多名散兵突击队员 从天而降 在隔壁潭上安全着陆 不仅如此 一种新式武器也出现在战场上 两辆散兵战斗车适装部队 与散兵突击车协同进攻 快速突击 快速机动以及火力突击效果 比起我们散兵突击车要强多了 在散兵战斗车和突击车火力的联合打击下 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空降兵就全肩守敌 夺战了蓝军机场 这是中国空降兵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石兵石车石头影点 标志着空降兵从单纯的步兵向模糊化在跨越 2005年 散兵战斗车正式列宝部队 半年便形成战斗力 在和平审命2005中俄联合军演中初次亮相 以强大的火力打击 快速机动和较好的防护能力为世人瞩目 当然 这场对场中的蓝军对于这一切也非常熟悉 他们早就制定了专门对付空降兵的办法 演习中 蓝军派出数量众多的单兵反坦克武器 部署在防御攻势的前面 对空降兵的重型装备展开伏击 散兵战斗车上的载人运辅下车 交替掩护着对蓝军反坦克武器发起冲击 就在这个时候 蓝军纵身炮火和直升机轮番发动火力突袭 给空降兵造成较大伤亡 在传统的空降兵作战中 这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对方多兵种的交叉打击 往往让他们在敌方纵身处境十分艰难 然而现在的战斗中 空降兵早已形成了多兵种协同作战 按照预先设定的计划 他们立即向上级申请炮火支援 五分钟后 空降兵纵身炮火发动猛烈攻击 炮兵分队空降下来的排击炮也同时发挥火力 共同压制了蓝军火力 当直升机来袭时 空降兵携带的某型便携式防空导弹 对模拟蓝军直升机的靶机进行射击 精准命中目标 空降兵部队的多兵种协同配合 扫清了前沿障碍 蓝军的纵身防御战线 终于轮廓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然而在向纵身阵地冲击的过程中 蓝军错落有致的地堡 暗堡等防御攻势形成交叉火力 空降兵的进攻受阻 双方处于娇拙的对攻战中 这时空降兵中的又一个特别分队 防化分队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他们迅速用极数火箭 实施烟雾遮蔽掩护进攻 同时他们还携带最大射程达到800米 配有燃烧弹和发烟弹的防化单兵火箭 逼近到蓝军地堡100米的距离 实施射击 最后在散兵突击车和战车的火力掩护下 防化喷火般对蓝军地堡实施喷火 转眼间 数座蓝军碉堡化作一片火海 眼看着空降兵就要夺取蓝军纵身防御阵地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蓝军纵身火力再次突袭 空降兵伤亡较大 不得不紧急隐蔽 进攻再次受阻 在这个紧要关头 必须立即切断防御攻势里的残余蓝军与指挥所 泡兵阵地之间的通信联络 空降兵电子对抗分队接到命令 立即构建战场复杂电子环境 压制和干扰蓝军通信联系 同时空降兵发射薄条干扰带和红外诱饵弹 干扰蓝军指导武器的进攻 电子对抗发挥了阶段性的作用 然而要从根本上铲除空中威胁 就必须对蓝军指挥所和炮兵阵地实施破袭 一声令下空降兵最后一把尖刀悄然出鞘 侦察分队兵分两路同时伸入敌后 一路从空中跳伞渗透 一路由蛙人从水下秘密渗透 空降兵某部二营副教导员杜志辉 带领侦察小分队 跳伞降落到一片树林中 杜志辉命令队员们隐蔽好伞具后迅速集结 利用树林做掩护秘密渗透 杜志辉曾在欧洲某国海军最精锐的水下特种部队军事流学两年 经历过极其残酷的训练 练就一身过硬的特种作战本领 他沉着指挥 整个分队在潜入蓝军纵身地带的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 一个小时后 侦察小分队发现了蓝军指挥所的位置 杜志辉立即组织官兵实施突袭 蓝军模拟指挥所被摧毁后 小分队迅速回撤 但在四面强敌的蓝军纵身地带 已经暴露行动的侦察小分队单靠强攻很难安全撤回 在杜志辉的请求下 十分钟后 一辆散兵突击车空降着陆 官兵们乘车快速突围 撤离蓝军阵地 与第一路专门对付指挥所不同的是 另一路侦察兵要去引导摧毁蓝军炮兵阵地 他们在湖面上实施水上侦察 蛙人部队足见两年来 已经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水下渗透成为了这支侦察分队一种新的作战方式 在距离蓝军防御阵地一公里的水域 蛙人潜入水下 秘密接近蓝军阵地 潜水方式 它这个限制 它不可能携带很多的武器 不可能是大规模的 它是以侦察为主 蛙人悄无声息的上岸 隐藏好潜水装具后 开始对蓝军阵地实施侦察 半个小时后 发现了蓝军炮兵阵地的位置坐标 引导直升机和纵身炮火实施攻击 五分钟后 空降兵的两架武装直升机 从400米的低空掠过 以每小时120公里的时速俯冲 实施火箭弹突袭 直升机它可以在地面飞行 所以说它这个隐蔽性的各方面 更好一点 所以在雷达各方面 另外说可能对它捉不到 所以具有一个隐蔽性 所以它也可以飞到地后去 紧接着空降兵数十门迫击炮 集中火力射击 蓝军炮兵阵地被摧毁 任务圆满完成后 蛙人开始向湖面撤退 蛙人入水后 使用水下步枪向暗潭射击 他们顺手牵羊带 对蓝军实施袭染 兼致一部分蓝军防御兵力 突然对它发起了一个攻击 让它产生防御 防御方面它卷弱 暗伤防御的蓝军一片混乱 蛙人再次潜入水中 隐蔽撤退 通过橡皮舟安全撤离 这支侦察分队是空降兵的一支精锐部队 被称作空中雄鹰 陆地猛火 担负着低厚侦察 破袭 引导打击 袭扰 营救 等多种作战任务 这些官兵各个身怀绝技 熟练掌握多种特战技能 能够在这次队众中圆满完成任务 就是因为他们在平时的训练中 不仅掌握了过硬的军事技能 还锻炼出顽强的战斗精神 这是士兵演习前夕 设置组拍摄他们训练的一组镜头 在多能射击中 侦察兵们利用摩托车和突击车 快速抵近目标 精准射击后 快速撤离 官兵们各个都能使用手枪 匕手枪 自动步枪等多种武器 利用地面障碍 灵活运用握 柜 力 三种射击姿势 对多种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在滑将训练中 他们以小组形式配合 在几秒钟内攻入楼房 发动凌厉突袭 闪电般消灭对手 在残酷的500米障碍魔鬼训练中 官兵们练就了强健的体魄 和战胜一切困难的毅力 也成就了他们空降敌后 孤军奋战 敢打必胜的勇气和胆识 在此次演习中 由于侦察分队的出色表现 空降兵一举摧毁了 蓝军的指挥所和炮兵阵兵 蓝军群龙无首 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空降兵发起攻击 夺取了蓝军最后一个防御要点 一时两个多小时的进攻战斗 以红军的全面胜利落下了帷幕 上天是婴 入地是虎 近年来 现代高技术战争条件下的多兵种联合训练 更使空降兵能够快速部署 以强大的地面打击能力 成为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 在应对突发之间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他们是空军的一支特主作战力量 每一次跳完都是生死考验 每一次重装空头都是空中历险 从天而降 恶比游头 战车万岁 更让盲苦天野 严苦战场上 深入敌后 空军奋战 注定了 他们是最勇敢的士兵 纪念人民空军成立六十周年 与之继时隆重奉献 五级系列编 中国空降兵 下期播出第五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